欧工具 逼捕空中打击能力不足 飞毛腿演绎 导弹袭成战 海湾战争爱国者展露头角 飞毛腿被赶下神坛 爱国者为何被称为飞毛腿克星 多次被拦截 多次被猎杀 飞毛腿导弹 老兵上阵还能否一战 爱国者对决飞毛腿 那我们到达最近沙特阿拉伯军队和野门的胡塞武装 以及野门前总统萨利赫的支持者 在沙特的野门边境爆发了这样一次激战 而胡塞武装就是向沙特境内发射了一枚飞毛腿导弹 但是遭到了两枚爱国者导弹的拦截 这也是继海湾战争之后又一次上演的爱国者对战飞毛腿 其实我们讲说起飞毛腿大家都不会陌生 这种导弹就是因为它技术相对简单 而且机动灵活部署被许多国家所引进 甚至说成为多场局部战争当中 经常出现在明星武器 新闻网6月8号报道称 一枚飞毛腿导弹6号上午朝沙特境内的 海姆斯穆切特的方向发射 但被沙特空军部队发射的两枚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 中东区域安全分析专家说 这是野门胡塞武装首次向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射飞毛腿导弹 标志着阿拉伯半岛战士已经升级 和胡塞武装准备把战场从野门扩展到沙特境内 来自沙特联军方面的消息称 飞毛腿导弹的发射地点位于野门北部山区 胡塞武装控制的城市萨达以南地区 虽然胡塞武装能够使用的飞毛腿和类似武器数量并不多 但却足以令沙特感到头痛 此前有消息称 野门反政府武装重新部署了野门陆军原有的300枚飞毛腿导弹 目标都对准了沙特 而沙特联军开展空袭行动以来 一直把摧毁反政府军发射导弹能力作为首要目标 不过空袭行动中只摧毁了其中的21枚导弹 分析人士指出 自沙特联军对野门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以来 沙特仅仅不时遭到跨境炮火袭击 但从来没有遭到导弹攻击 飞毛腿导弹虽然技术落后 但射程远兵排用机动发射抵盘 是野门反政府军手中为数不多的远程打击武器 飞毛腿战役战术导弹系统 原本是苏联用于武装集团军预备队的撒手锦 主要用于携带战术核弹 打击敌方战役纵深的高架成目标 因此对于导弹的打击精度要求不高 1973年10月 以埃及叙利亚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开战 由于以色列拥有远胜周边阿拉伯国家的空军 埃及和叙利亚只能使用从苏联引进的飞毛腿导弹 打击以色列纵深目标 尽管飞毛腿的首秀未取得多少战俘 但让许多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强大空军国家 看到了弥补空中打击能力缺陷的捷径 其中当时的伊拉克就对此深信不疑 1974年后 伊拉克从苏联购买了数量不明的飞毛腿导弹 组建了第224导弹 现在有很多国家意识到了说弹道导弹 在战略以及外交上的一个重要作用 并且坚定了拥有和发展这种杀手键的费心 直到一种新型武器 也就是爱国者导弹的出现 才打破了飞毛腿的神话 1991年1月21号时点 伊美改进行飞毛腿B战术导弹 偷着长长的尾烟 从伊拉克中部地区发射升空 很快就穿过了大气盘 进入攻击沙特首都利亚国的飞行弹道 16秒钟以后 伊克运行于300多公里高空的 美国DSP导弹预警卫星紧急报警 开始跟踪飞毛腿导弹的喷咽 并实时将导弹的飞行轨迹 和飞行速度等信息向地面站传送 经地面站计算之后 飞毛腿导弹的飞行弹道和弹着点 被迅速地发往沙特的爱国者导弹发射阵地 爱国者阵地上的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立即开机搜索捕获跟踪识别来袭导弹 最后在100多公里外发现目标 当所有的地面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指挥中心发出拦截命令 爱国者导弹以38度倾角升空 并按预制程序改变飞行弹道 同时地面向控着雷达 继续追踪飞行中的爱国者 并实时发出指令 修正飞行轨迹 当爱国者进入末段飞行时 其导弹上的半主动 自动寻找目标导引头开始工作 当飞毛腿闯入爱国者 20米杀伤半径之内时 爱国者引爆自身携带的 破片杀伤战斗部 与飞毛腿同时被摧毁 这一天 伊拉克发射了10枚飞毛腿 有9枚遭爱国者导弹所拦截 爱国者导弹拦截成功率达90% 飞毛腿B是前苏联60年代研制的 第二代出口型地地战术导弹 它技术水平比爱国者差了两代 该型弹没有抗干扰能力 弹道一经确定和发射 就无法改变 加之弹体过大 速度较低 飞完全程 需5至9分钟 这对拥有先进预警能力的美国来说 捕获飞毛腿导弹的飞行信息 是轻而易举的事 其次 爱国者之所以成为飞毛腿的克星 本身也非平庸之辈 和其他防空导弹相比 爱国者具有三大优势 一是有先进的预警和引导系统 除DSP预警卫星外 它还首次采用了一部多功能相控制雷达 其探测距离达150公里至160公里 可完成搜索 识别 跟踪 制导导弹和电子对抗等多种任务 爱国者一部相控制雷达 就相当于9部普通雷达的功能 它可在120度扇面内监视100个目标 同时跟踪8个目标 和向三枚拦截弹传送中段制导指令 并对三枚拦截弹进行末端制导 拦截三个来袭目标 二是制导体制先进 爱国者拦截弹采用了指令 与半主动寻地复核制导的方式 提高了制导和抗干扰能力 三是结构紧凑 机动性好 美国霍克导弹的零部件达3万个之多 而爱国者导弹还不到3000个 组成单元很少 自动化程度相当高 作战时一个火力单位 只需三人就可操作 那么说到之前关于90%的拦截率 我们讲美国军方出于宣传的需要 夸大爱国者导弹的拦截率也并不奇怪 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讲爱国者导弹 它的拦截成功率不断地提升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在升级换代之后 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导弹 又体现了当今末段反导武器的一个 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公开资料显示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 美军共发射了158枚爱国者二防空导弹 86枚用于拦截飞毛腿战术弹道导弹 其中50枚只是命中了飞毛腿导弹 进入大气层时被烧毁脱落的导弹碎片 另外22枚命中了假路标 还有15枚完全落空 因为一军根本就没有发射导弹 事实上 不是爱国者导弹系统具有超强的拦截杀伤能力 而是伊拉克飞毛腿导弹教育的命中精度 挽救了美军 从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 成为战后爱国者系统不断完项的基础 1992年美军开始改进爱国者系统 这就是今天的爱国者三导弹防御系统 作为美国未来多层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 末段防御组成单元 爱国者三导弹提高了雷达发现目标的 搜索速度和跟踪能力 仅用一部相通者雷达就能完成对目标的搜索 探测跟踪识别 以及导弹追踪制导等多项任务 这样大大的减少了地面设备的配置和人员所需 因此其反应时间只有15秒 并能够以其他的陆军系统和联合系统联网操作 另外爱国者三采用新的拦截导弹 每一个发射装置可携带填装16枚拦截弹 新兰截弹的弹头以碰撞杀伤方式取代过去的破片杀伤方式 其杀伤力更大 我们讲尽管说飞毛腿导弹 这只是前苏联在上个世纪研发的一个老武董了 但是却被很多国家来发展自己的导弹技术 提供了一个分成重要的解剖的对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飞毛腿成为仿制的目标 精度不高的飞毛腿 道理又能给对手带来多大的威慑力 俄罗斯根据海湾战争实战使用的经验教训 和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 对飞毛腿B导弹进行重大改进 制成了性能更好的飞毛腿C导弹 两者外形尺寸基本相同 但飞毛腿C战斗部重量 从一吨减轻到600公斤 更换了推力更大的火箭发动机 使其最大射程达到550公里 采用分离式战斗部 导弹稳定性较高 从而提高了命中精度 不过按照当前的标准来看 飞毛腿的技术早已落伍 在俄军中数量也是越来越少 已经接近退役状态 飞毛腿也已经被新一代 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所取代 不过除俄罗斯外 在很多国家自主研制的导弹中 都能找到类似飞毛腿的特征 这些国家在自行研制导弹的时候 往往以飞毛腿为基础 直接拉长弹铁来提高射程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业能力较差 采用液体燃料发动机 但无法解决多台发动机 同步工作和控制的问题 只能通过单台发动机 增长弹体长度来增加射程 可以说飞毛腿简单的基础原理 以及容易加工和生产 给了很多国家拥有导弹的机会 这也被认为是飞毛腿 能够广泛扩散的主要原因 其实我们讲说到飞毛腿导弹 这款导弹曾经参加过很多次的局部战争 而且取得过一定的战果 当然了 它也有被拦截 被空地联合追尖的这样一些经历 那么时至今日 飞毛腿老兵上阵 又是否还能一战呢 随着野门政府与胡塞武装间的冲突加剧 和沙特关系亲密的哈迪政权日渐瓦解 沙特出于自身利益 主动对野门政局实施干预 利用空中力量对胡塞武装展开空袭 这让野门反政府军胡塞武装认识到 面对沙特先进的军事装备 以及空中打击优势 胡塞武装无力在未来与沙特的冲突中 获得任何优势 而拥有精度差 但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飞毛腿导弹 确实可以打破沙特军事优势的 唯一反制手段 关键时刻可以攻击沙特的大城市和空军机场 对沙特形成战略威慑和政治压力 因此拥有飞毛腿的胡塞武装 通过发射已经向沙特展示了自己的利用 虽然此次野门胡塞武装发射的飞毛腿 被沙特爱国者拦截 但野门和沙特之间有着长长的边境线 如果机动作战的飞毛腿部署在边境上 将会压缩爱国者防御系统的预警和拦截时间 另外再先进的抵战防御系统 也不能确保万能一失 胡塞武装手中拥有的飞毛腿 无论是攻击城市还是攻击空军基地 哪怕漏掉几枚都可能带来巨大损失 这或许就是飞毛腿 虽然性能不先进 但依旧能够震慑对手的原因 消灭 中文字幕ning.n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